这次我们来学习卑分系数 首先我们来看平均变化率 在函数y等于fx中 x从a到b的变化时 y的变化量为fb-fa 我们将其除以x变化量b-a 可得fb-fa比上b-a 我们将刚刚这个称作函数fx 当x从a到b变化时的平均变化率 如图所示可以看到两条红色线 其实就是它的红色线的这条斜边 两条红色线组成直较三角形 它的斜边这条线所带的斜率 接下来我们来看微分系数 在函数fx的平均变化率 对于刚才那个一式中 我们确定a的值让b无限靠近a 这时候一式会无限接近一个常数alpha 我们将这个alpha称作函数fx 在x等于a处的微分系数 中文通常会称作在a处的导 但日文它会区分这个东西 因为这只是个数 所以只叫做微分系数 或者叫变化率 用这个f per a来表示 日文读作f'a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公式 函数fx在x等于a处的微分系数 f per x即为平均变化率 fb-fa比上b-a 在b区域a时的极限值 可以表示为以下形式 f per a等于limit b到a 然后b-a分之fb-fa 此时我们另b-a等于h 也就是即b等于a加 h 所以b区域a就相当于h区域0 它是等价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刚才这个式子表示为以下情况 也就是f per a等于limit h区域0f a加h减确fa 比上h 下面我们来做一下练习 按下暂停键做一些练习 做好之后再继续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下答案 求函数fx等于x三次方加2 在x等于1时的微分系数f'1 f'1它就等于limit h区域0 h分之f1加h减确fe 接着我们就把那个函数值都带进去 可以得到这个limit h区域0 h分之h三次方加3h 方加3h 最后呢可以这个消掉一个h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h h方和3h都认为0结果就是3 这次学习到此结束